邻居给了一包好烟,我顺手给了哑巴大哥,没想要他却救了我儿子一命,这里是红尘文毒,订阅我,带你赶无时间的纷纷扰扰。 邻居大哥,从小就是聋哑人,而且父母走得早,从小没人管他,很是可怜,因为身体的原因,周围邻居都瞧不起他,甚至把他当傻瓜看待。 邻居大哥,村里好多人,有什么需要人帮忙的,总喜欢使还大哥去干,每次大哥累得满头大汗的,却一分工钱没有,最多给他发一根烟,就像打发酵花子一样,可能因为特殊的身体状况,大哥不得不向生活低头,仅仅只是为了一根烟,经常白白给人干活,还是常被人欺负,每次过年回家,哑巴大哥都会拿个碗去我家问要吃的。 当时亲戚朋友很多在我家,大家有说有笑地吃着饭,看到大哥来了,都捂住嘴巴一脸嫌弃,因为大哥不讲卫生,而且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的,估计一年不洗澡都有可能,看到大哥来了,我婆婆也一脸嫌弃,说大哥身上实在太丑,便随便加了几块肉放碗里打发他走了,老公看他可怜,又悄悄地加一点菜给他,只见大哥狼吞虎咽地吃着,估计一年到头, 也没吃过一餐好的,那天我隔壁邻居家里有喜事,招待了村里的人,我和婆婆回乡下洗了三天的碗,邻居分一包中华给我,我最讨厌别人抽烟了,心想拿回去给老公抽,不如送给别人,于是我当着邻居的面,一把将那包烟,递给了门口的哑巴大哥,没想到邻居看了我一眼,调侃地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烟吗? 可是好烟呢,你可以给你大薄抽,也可以拿回去给你老公,这么好的烟,你就给乞丐,简直就是糟蹋了,雅巴大哥穿的衣服破烂不堪,而且身体有残疾,确实很像乞丐,可他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尊重,我们不能因为他身体残疾,就瞧不起他。 雅巴大哥看了我一眼,做了一个感谢的手势,然后掏出一根烟抽了起来,随后又把剩下的烟好好的藏在口袋里,似乎舍不得再抽第二根似的,让我没想到的是,每次我和老公回乡下时,雅巴大哥就会放点粮食在我家门口,看到我家水刚墨水了,婆婆挑得辛苦,她也会主动去山下挑凉捅回来。 后来老公在城里买了房子,老家很少回去了,老公赚了钱,决定把乡下的房子重建,便提前买了一大车水泥还有沙子堆在门口,没想到有天半夜,村里来了几个人,想把我家的水泥偷走,当时我们又不在家,结果雅巴大哥看到了,拿了个棍子到门口不停地挥舞着,结果狗叫声,把邻居都惊醒了,跑出来看到几个黑色的人影,匆忙逃跑了。 从那以后,堆在门口的东西,再也没有人敢来拿,因为雅巴大哥经常蹲在门口守着,后来房子修好了,我和老公随意打扫了一番,就很少回去看了,可每次回去,我发现门口总是干干净净的,想着门前那几棵枫树应该会落叶子,怎么我家门口一张也没有,结果隔壁大嫂笑着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了雅巴什么好处? 人家天天到你们家门口扫地,整得一干二净的,我还以为你们给钱了呢? 有天老公整理柜子时,说让我把他的旧衣服拿去扔了,我说要不咱们拿给大哥穿吧,看大哥一年四季就那两件衣服,早就破烂不堪了,而且也不分春夏秋冬,看着就难受。 老公说,我怎么没想到,对呀,就把衣服拿回去给他穿好了,你看这些衣服都还好好的,只是我不喜欢了,丢掉真的好可惜,就这样我拿一个大麻袋,抓了好多旧衣服拿回去给雅巴大哥,只见大哥拿着衣服,不停地在身上比划着,然后笑呵呵的,整个就一个孩子样。 后来堂哥的儿子结婚,我和婆婆带着三岁的儿子又回去帮忙了,当时我在洗碗洗菜,婆婆带着孩子在村子里四处瞎逛,过了一会儿婆婆突然跑回来跟我说,孩子不见了,我急忙丢下碗,村头村尾的四处寻找,结果好了半天也没看到孩子,忍不住开始慌了。 一个小时后,雅巴大哥扛着我儿子回来了,只见孩子吓得全身发抖,整个人衣服头发全都湿透了,小叔子跑过来,用力把孩子抢过来,一把将雅巴大哥推开,没好气地说,你把孩子带到哪去了,说完又给了雅巴大哥一脚,看到这一幕我和老公赶紧去劝阻,叫小叔子不要激动,此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而且上气不接下气的,一看就是被吓到了,我问孩子咋回事。 结果儿子哭得更凶,半天说不出一个字,雅巴大哥在一旁不停地比划着,老公听懂了他的意思,雅巴大哥表示,孩子掉在村口的池塘里了,幸好抓住了旁边的一根树枝,孩子一直不敢放手,雅巴大哥刚好放牛从那里经过,便跳下水把孩子拉了上来,我激动地问儿子是不是真的,儿子不停地点头,说他想去池塘里抓鱼,结果脚一滑就掉下去了, 想着村口的那个池塘已经荒废了,平时很少有人去,真的是细思极恐,如果当时没有被人发现,那孩子又能撑多久,我激动地抱着儿子哭了起来,说以后他再这么调皮,我再也不带他回乡下了。 儿子跟我说,当时雅巴大哥是准备用手拉他的,结果树枝断了,儿子掉进了水里,大哥跳下去把他拉上来的,否则他就没命了。 过后,我和老公给雅巴大哥包了一个红包,不多也就一千块,我和老公也商量了,将来邻居大哥老了,或者生病了,没人管他的话,我们也要想办法负责到底。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也坚信一件事情,任何时候都要做好自己,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一个人,善待别人也是善待自己,也许无形当中,就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当我们对他人友善,尊重和关心时,我们可以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得到别人的欣赏和支持,同时,善待别人也能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善良和宽容,增强我们的正能量和幸福感,善待别人还可以培养我们的同理心和慈悲心,让我们更加关注他人的需求并主动提供帮助。 通过帮助他人,我们可以感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也能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总之,善待别人是一种正面的行为,它不仅能给予他人幸福和温暖,也能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社交圈子中,善待别人都是一种宝贵的品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优点,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们更强。 尊重他人,理解他们的背景和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互相合作和共融,不轻易瞧不起他人也是培养自己的成熟和宽容心态的重要一步,通过保持谦逊和开放的态度,我们可以更好的从他人那里学习和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因此与他人交流并倾听他们的声音,可以拓宽自己的事业,丰富自己的思维,总而言之,了解并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促进我们自身的成长和进步,在任何时候,对待他人都要保持谦逊,尊重和包容的态度。 谦虚,尊重和包容是我们与他人相处的重要原则,无论在任何时候,这样的态度都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相互理解和和谐相处。 谦虚意味着我们不自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在与他人交往中保持谦逊和谦和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能够让他人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让交流更加平等和愉快。 尊重是一种基本的人际交往准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他人的权利、观点、信仰和感受,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不经意批评或歧视别人,而是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态对待他人。 包容是指接纳和容忍不同的人和观点,人们有不同的背景、观念和经历,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他人的选择和偏好。 通过包容,我们能够建立起积极的人际关系,并为和谐共处创造条件。 总之,谦虚,尊重和包容是我们与他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家庭、社交还是工作环境,保持这样的态度都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创造一个和谐、友善的氛围。 需要五 measurement以上。 只需要四美食、友善数号跟大家表示并且为善数未来立即实现平的魔法因为同时效盈利缺丝性员造的能力不改ğl杯。 那现在多 семśl没有同时效盾可能讲出来有的时候保持是有结asc advent的处だ。 从ここ开始来说 original体化,向 чув大的行为准处大条山传近。 确定是否生活的成竹竹有一代表面子,它开立 Alexand来像成为 Vol tw tool。